JPEX案是近年涉及受害人最多 損失金額最为庞大的骗案 至今警方共接获2417人报案 損失金額超过港币15亿 截至今个礼拜二 警方其实已经拘捕了参与诈骗网络的14个人 他们大多数都是与JPEX串联的场外找换店 即是OTC的负责人和职员 经调查后 警方已经锁定JPEX诈骗网络较为核心的人物 并且在今个礼拜二至今个礼拜四 即是昨日 也即是26号至28号 连同澳门司警采取联合行动 在澳门 澳门司警拘捕了两名目标男子 冻结了赌场户口820万 以及检获了650多万的现金和筹码 在香港 警方取得法庭手令 搜查六个目标单位 在其中一个目标单位 拘捕了一名28岁姓邓的男子 并且在单位检获现金 约88万和两只名贵手标 警方在单位发现大量经碎纸机 火和私宜是漂白水、整碎和销毁的文件 警方也在其他的三个目标单位 检获现金、金条、名贵手标 总值大约870万 另外在其余两个目标场所 检获大量文件 包括印有JPEG字仰 而未经有关信用卡公司授权的VisaCard 并且在那里拘捕了另外一名 28岁的男子 总括来说 星期二至星期四的行动 香港和澳门两地警方 总共拘捕了四个人 并且检获或者冻结2400万的资产 警方已经锁定了其他目标人士的身份 但很遗憾 部分涉案人士已经离开香港 但是我们会更尽全力 透过国际协作 策捕有关人士归案 这个调查其实真是一个非常之庞大 以及非常复杂、非常困难的调查 警方是不会低估这个难度 所以如果幕后的人士 我们希望全部掌握了他们的身份 以及尽快追回一些钱